大白天大貨車停車場 出現一名騎車男子 他偷了電瓶 還想偷鐵 被抓包 油門一催還想跑 結果被拉下車 整個人摔在地上 另一位目擊者司機叫支援 不到一分鐘 有十幾名司機上前 團團包圍這名偷竊男子 讓他沒縫隙再逃 那你拿鞋子要拿嗎 做什麼 也是要賠就對了 警方到場一線刑犯逮捕 男子因為摔車 膝蓋擦傷狼狽坐在地上 他偷的這一顆電瓶 是貨車的心臟 沒了他 司機就出不了車 事發在高雄大寮 一處私人停車場 一號下午四點多 司機表示 如果電瓶真的被偷走 公司沒辦法載貨 一天營業額就會損失萬元 你那機賣一兩百塊 我問的那機賣一兩千塊以外 你今天很不可以賺嘛 他在那裡 現在就是說 他拿鞋子給他拿 他拿鞋子拿鞋子拿鞋子 還給他拿喔 我還不可以出車 還不可以賺錢 不用 扮多錢 你說他們的鞋子 喔 他們的鞋子 刑犯 住屏東 是一名的貫竊 竊取停車場的 四個鐵管 擠一個大貨車的電池 警方表示 男子被帶回警局很不配合 拖了快一天才做完筆錄 他功稱缺錢花用才偷欠 沒想到被司機當場逮震著 被依法送辦 TVBS新聞趙莉紀元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